一家的Ace这个新手机已经发布了 有点意思这个手机 它是定位在中端的一个游戏的小旗舰的感觉 咱们先说一下包装 之前看我在家里面拍开箱 都知道这边经常放晴天柱 这边会放一个声波当背景 但是现在我却放了一家的手机盒子 因为它这个红特别感染人 所有的手机盒子里面 我就对一家盒子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左边这块是它一个18瓦的游戏的冰冷的冰点散热背夹 对就搁在这 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多的新鲜玩意儿 咱们主要说一下这手机 这手机还挺有意思的 简单来说处理器是天机8100MAX 大概它就相当于之前的骁龙870 但是它的能力比骁龙870更强 包括跑分 但是功耗跟冷静程度是跟骁龙870差不多的 所以这么看起来的话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处理器 因为之前骁龙870它的性能跟冷静的程度 就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二这个手机在中端的手机里面 提供512G的大内层的版本 很多的中端手机基本上到头就是256G了 不能提供512G的版本 但是它是提供的 第三作为一个游戏风格 但绝绝不是一个纯游戏主机的那种手机 经常那种有肩膊按键的 就属于是游戏主机类型的一个手机了 但是它不是 它只是游戏风格 但是这里面有Hyper Boost游戏的稳真的引擎 毕竟吊针是游戏里面最讨厌的 包括一块独显的游戏的芯片 这样的话它MEMC的插针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流畅 比如说现在已经支持元神 QQ飞车 英雄联盟 都是已经适配中了 外加上现在这样的手机 其实散热是最重要的 否则就是什么吊针 充电脉 它的里面的整个的散热 能做到35000平方毫米的总散热面 还是不容易的 OK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外观 这个黑色的外观 自己的名字叫做开黑 还有一个蓝色的叫做回蓝 因为我玩游戏里面 我用的都是什么战士 或者是射手 蓝不蓝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所以我要了一个叫开黑的手机 这个手机 首先它的镜头模组 你也看到了 是阶梯样式的镜头模组 然后把整个的手机 左上角的位置给直接用上了 然后中间的竖条纹是挺有意思 后面整个这一块的 类似于磨砂材质的玻璃 都是不太容易战指纹 我今天下午也用了一阵子 你看指纹的停留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这有点油的感觉 是因为刚才晚上 我是吃韭菜盒的 所以说是手上有点油 粘在这上面是有油的 理论来说正常的用 是没有这么多油的 然后这边这个条纹的纹理很有意思 这块的纹理 在这一块是能感觉到一些凹凸感觉的 你再往下拉拉拉拉拉 拉到底下 这个纹理就非常自然的 到底下就静默的就没了 从上到下的一个消失的感觉 所以显得整个来说 档次感还是挺好的 大家忘记掉我韭菜盒子 这个手印 因为现在来不及了 快发布会完成了 我得赶紧赶一个视频出来 然后底下是一家的标 算了 我给搁几张图 要不然这个 现在显得没有那么的精致 图里边就显得比较精致了 有点意思 OK我们继续看 这里面一共是内置了九根天线 所以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不管是你这么着横着竖着 什么姿势 玩手怎么挡着的话 一定会有一根天线 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位置 这样的话跑无线 就可以跑到比较高的速度 屏幕的方面是6.7寸的柔性的OLED屏幕 有三档刷新率 60 90 120 同时780赫兹的触控采样 作为一个游戏风格的手机 这些都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 支持HDR10加 现在很多的电影开始支持这个 它的电池也有意思 4500毫安时的电池 并且标配了一个150瓦的快充 藏在这 150瓦的快充 标配 它的150瓦快充 冲这个4500毫安时的电池 我的天 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从煤电充到满 真的就可以实现 你早上起来起床 拿一个20%电 然后你上厕所 洗脸刷牙 回来保证是满的 并且这个快充头 标配不说 它还兼容PD PPS 包括QC的快充协议 你家里面的什么笔记本之类 也可以拿它去充 现在标配了这么高功率的 并且支持这么多协议的快充 真是要给一家一个赞 然后大家很关注电池寿命的问题 现在厂商说 这个电池寿命在原有同档次产品的基础上 能涨一倍的电池寿命 当然这个咱也没测 只是厂商的一个宣称 哪怕减半 涨1.5倍电池寿命 也是很多人在意的 并且很多人现在一看说高功率充电 电池一定会完蛋 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最后简单说一下摄像的系统 摄像是5000万的IMX766的主摄 这样就是766的主摄已经是一个前旗舰的传感器 搁在现在来说的话 理论来说可能会不如这些最新的传感器 但是这是个游戏风格的手机 所以说它的画质 我觉得只要是大差不差的 还不错就OK了 当然了这个传感器也适配了好多好多手机了 所以算法进行了很多的升级跟优化 我相信还是不错的 实际体验下来的话 你看这是主摄出来的画面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给大家放大一下 大家看这个感觉 看 还是相当不错 这个主摄 你看 这个精致的程度 这是放大 放我们的青鲜柱老师 这个主摄的还有点意思 同时除了主摄之外 这个左下角是它的120度的800万像素的超广 然后这边是200万像素的一个4厘米左右的微距镜头 然后这个微距镜头我得批评一下 这个微距镜头拍摄的时候 它老跟我提示说 4厘米是最佳拍摄距离 那它也没说4厘米在哪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边我滑到这个更多 更多这里边就有一个微距 这个微距的时候 它就老广提示 这个话老广提示 最佳拍摄距离4厘米 那我也不知道哪是最佳拍摄距离4厘米 我还拿一尺子比着 所以我还真拿尺子比了 比了完之后 在所谓的最佳4厘米拍了一个青天柱的脸 这个脸我觉得作为一个微距镜头 一般有点毛毛边边的感觉 边缘也不是锐度非常的好 它现在这块应该是正正经经的对焦位置 正常微距的水平 然后旁边这块就有点稍微带毛玻璃的感觉了 手机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我这个是256G的版本 还有512G版本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卖可能2900到3100左右 然后这个更贵一点 512G的可能卖个3299 3399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级别 或者3499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这个还算是一个比较均衡的 尤其它这个是纸板机器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纸板机器的手感 拿在手里面 这个两侧握着还挺踏实 真的是我现在不太喜欢 那个边缘倒角 这个小窄边 拿在手里面也确实不踏实 好多人现在说什么仿iPhone之类的 手机就这么几种形式 什么仿不仿 真是有点意思 大家倒是拭目以待价格吧 可能看的时候都已经发了